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國小老師曾美麗將89支鉛筆 120個橡皮叉,平均分給小朋友 最後剩下五支鉛筆 假設小朋友他有N個人 那就89除以N個人 最後剩下五支鉛筆 橡皮叉不夠六個 也就是說你89的話 加上六個的話 就可以被N整出來 這個時候就餘零 那現在他說小朋友最多有A人 我最多A人 最少B人 那麼A加B多少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你89了 扣掉五個人的話 扣掉五支鉛筆的話 可以分給小朋友 就是N的倍數 就是說它是N的倍數 那你89的話 八十九的話 你 他說這個 不夠六個 你加六個的話 他可以分給多少 分給N個小朋友 N個小朋友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N的話 是這兩個數的 那個公因數 這個等於多少呢 89 減五 這是84 84 不過我們曉得說 這個N它一定要大於多少 那N的話 那N的話 它也要大於六 為什麼 你看這個 八十九 八十九的話 我們要除以什麼呢 除以N的話 它不夠六個 也就是說 N乘以Q 不夠六個 減六 那這相當於多少呢 相當於我 這個 少分一個 就 Q減一 加上N減六 也就是說 你這個八十九個的話 分給N人的話 每一個人拿了Q減一個的話 他餘下這麼多個 那一下這麼多個的話 這個會大於 也就是說 N 它也要大於六 同時 N 它也要大於六 結論就是 N要大於六 好 那N的話呢 是什麼呢 是 95 不對 不對 這個是95 加6 95 N是 84跟95 它的什麼 我這裡有沒有寫錯 我這裡有沒有寫錯 這搞錯了 橡皮擦它有120個 我這裡寫錯了 有120個 橡皮擦有120個 那也就是說 我 120個的話 我給它除以什麼呢 除以N的話 3是Q嘛 那於負六 那我現在的話 那我現在的話 這個 選這個 所以N的話 它一定要大於0 這N的話 N-6要大於0 而且N要大於6 那這是120 我這裡寫錯了 橡皮擦有120個 所以這是126 126 然後我就求它的什麼呢 求這兩個的公音數 那公音數最小多少 最大多少 要滿足這個限制 就是說 84 126 最大公音數多少 不用輾轉相除 或者不用 126-84 2 42 那42 可以整除84 所以它最大公音數是42 2 這個多少 3 所以說 N最大是多少 N最大是42 那42 可以一次分解 這個 67 42 2乘3 乘7 N可以等於2 但是N要大於6 所以N最小是7 N最小是7 最大 最大多少 最大是42 最小是多少 最小是7 所以你把它加起來 A加B是等於多少 42加7 等於49 所以答案的話 是49 你6的話不行 這要大於6 你事實上的話 這個 如果什麼呢 N的話 如果6個人的話 事項是什麼呢 事項是剛好分完 他說 剩6個 剩6個 代表什麼意思 你每一個人的話 少什麼呢 少拿一個的話 就什麼呢 就平分了啊 對不對 現在的話 就是說 如果是120個 現在有6個人分 6個人分的話 他說不足6個 不足6個 你120的話 除以6的話 等於多少 等於6乘以 6的話呢 乘以多少 乘以20 6乘20 你如果要求什麼 要求每一個人的話 要21個橡皮叉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不足6個 如果你每一個人的話 只分20個橡皮叉的話 就剛好分完 所以6就不行 6的話就不行 這個 這一定要大於什麼呢 大於6了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是6的話 那就不合乎提議了 如果是6的話 實際上是剛好分軟 不是不足6個 所以這一題 A要大於6 所以至少要是7 所以答案是等於49